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待接之谜》,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百慕大三角,海洋的吞噬者 二,航海者的噩梦,消失的船只与飞机 三,科学的罗盘,揭秘百慕大三角之谜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百慕大三角,海洋的吞噬者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人寄生网有心生畏惧的话题,百慕大三角 这个位于北大西洋的神秘区域,被无数的传说和阴谋论所笼罩 它就像是海洋版的黑洞,据说能吞噬一切经过的船只和飞机 但别担心,我们今天不会组织实地考察,所以大家的手机和电子设备都是安全的 不会因为神秘的电子波干扰而消失哦 首先,让我们来界定一下这个海上魔鬼三角 百慕大三角,也被称为魔鬼三角,是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州,百慕大群岛和波多黎各之间的区域 这个区域的确有一些船只和飞机失踪的记录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放在全球范围内看 你会发现,这个区域的失踪率并没有比其他繁忙的航线来得高 那么,为什么百慕大三角会如此臭名昭著呢? 这要归功于一些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对神秘事件的渲染 1945年12月5日,一支名为飞行19的美国海军轰炸机训练飞行队在该区域失踪 这成为了百慕大三角神秘传说的起点 随后,一些作家开始将这个区域的失踪事件与超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比如外星人绑架,时间旅行门户,海底迷成亚特兰蒂斯的诅咒等等 但是,科学家们对此嗤之以鼻 他们提出了一些更为合理的解释 比如强烈的风暴,海流,甲烷气体从海底溢出导致水密度突然下降 以及人为错误等 这些解释虽然缺乏传说中的浪漫色彩 但却更加符合逻辑 有趣的是,尽管百慕大三角的神秘面纱已经被科学的理性所揭开 但人们对它的迷恋却丝毫未减 这也许正是人类的本性,我们总是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 即使它们可能只是普通的海浪和风云变换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关百慕大三角的新的神秘事件时 不妨先戴上你的科学家帽子,用理性的眼光去分析 当然,如果你偏爱一点冒险和想象,那么也没关系 只要记得,不要在百慕大三角区域玩失踪游戏就好了 因为救援队可能不会觉得这个玩笑很好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航海者的噩梦,消失的船只与飞机 当然,航海者的噩梦并不是指他们忘记了带足够的防晒霜 或是海鸥偷走了他们的午餐 而是指那些在大海或蓝天中神秘消失的船只与飞机 这些故事不仅激发了无数的传说和阴谋论 还让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挠头不已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那个著名的魔鬼三角区 也就是百慕大三角 这个位于佛罗里达州,百慕大群岛和波多里格之间的区域 据说是无数船只和飞机失踪的黑洞 有人说这里是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有人说这里有时空门 还有人说这里有巨大的海底甲锹动物 专门吃掉不幸经过的船只 当然,科学家们对此嗤之以鼻 他们更倾向于解释说 这些失踪事件是由于突如其来的风暴 海流甚至是人为错误造成的 然而,有些故事确实让人难以用常规理论解释 比如,1918年,美国海军的USS Cyclops号 在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的情况下 连同306名船员一起消失在了大西洋 这艘船的失踪 至今仍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单一损失事件 有人猜测可能是巨浪 有人说可能是德国潜艇 但真相至今仍是个谜 再比如,1945年的飞行者19事件 5架TBM复仇者鱼雷轰炸机 在执行训练任务时 在百慕大三角区域内消失 最后收到的无线电通讯显示 飞行员们似乎迷失了方向 而且他们的罗盘出现了故障 尽管进行了广泛的搜救 但是既没有找到飞机残骸 也没有找到任何生患者 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 它们都激发了人们对未知的想象 在科学还无法完全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 人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解释 而这些解释 无论是科学的、超自然的 还是纯粹的幻想 都为我们的文化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最后,作为一位教授 我必须提醒大家 虽然这些故事很吸引人 但在我们享受它们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保持理性的态度 毕竟,大多数的失踪事件 最终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所以,下次你在海上航行 或是乘坐飞机旅行时 不妨多带一点科学的好奇心 而不是无端的恐惧 只要你不是在百慕大三角区域的上空 玩失踪挑战 你大概是安全的 大概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科学的罗盘 揭秘百慕大三角之谜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个 让无数探险家、科学家 还有好事者 不要看我 我是认真的 睡不着觉的地方 百慕大三角 这个位于北大西洋的神秘区域 被无数的传说和都市传闻包围 就像是科学的罗盘 在这里突然失灵 指针乱转 让人找不到方向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个场景 想象一下 你是一名勇敢的船长 驾驶着你的船只 准备穿越这个传说中的魔鬼三角区 你告诉自己 这些都是迷信 科学才是你的信仰 然而 就在你信心满满地 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 突然 你的罗盘开始疯狂旋转 通讯设备失灵 天空中出现了奇怪的光芒 海水开始沸腾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水下拖着你的船只 好了 好了 让我们从这个紧张的场景中 回到现实 科学家们对于百慕大三角的研究 其实从未停止过 有人说 这里的海域下面 有大量的甲烷水合物 当它们释放到水面上时 会降低水的密度 导致船只下沉 也有人提出 这里的地次异常 可能会干扰导航设备 当然 还有更多的科学家认为 这里的失踪事件并不比其他海域更频繁 只是因为神秘的传说 被无限放大了 但是 不得不说 百慕大三角的神秘色彩 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比如 有人说 这里是亚特兰蒂斯的所在地 也有人说 这里是外星人的停车场 当然 它们的飞船也得遵守停车规则 不然就会被拖走 还有人认为 这里是时空的裂缝 不小心就会穿越到另一个维度去 总之 百慕大三角的谜团 就像是一部永远也拍不完的科幻大片 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剧本 但是 作为一名科学的信徒 我们还是要坚持 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之处 即使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开百慕大三角的谜团 但这个过程 本身就是对人类知识的一次伟大冒险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关于百慕大三角的新奇故事时 不妨带着一点幽默和好奇心 但也别忘了那颗追求真理的科学之心 毕竟 谁不喜欢一场好的探险呢 只是别忘了 出发前检查一下你的罗盘 是否还在正常工作哦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百慕大三角 这个神秘的地方 这个位于北大西洋的区域 自古以来就被无数的故事和阴谋论所环绕 它就像是一个海洋版的黑洞 据说能吞噬一切经过的船只和飞机 但是别担心 我们今天不会组织实地考察 所以大家的手机和电子设备都是安全的 不会因为神秘的电子波干扰而消失哦 首先 让我们来界定一下这个海上魔鬼三角 百慕大三角 也被称为魔鬼三角 是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州 百慕大群岛和波多黎各之间的区域 这个区域的确有一些船只和飞机失踪的记录 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放在全球范围内看 你会发现 这个区域的失踪率 并没有比其他繁忙的航线来得高 那么 为什么百慕大三角会如此臭名昭著呢 这要归功于一些作家的丰富想象力 和对神秘事件的渲染 1945年12月5日 一支名为飞行19的美国海军轰炸机训练飞行队 在该区域失踪 这成为了百慕大三角神秘传说的起点 随后 一些作家开始将这个区域的失踪事件 与超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比如外星人绑架 时间旅行门户 海底迷成亚特兰蒂斯的诅咒等等 但是 科学家们对此嗤之以鼻 他们提出了一些更为合理的解释 比如强烈的风暴 海流 甲烷气体 从海底溢出 导致水密度突然下降 以及人为错误等 这些解释 虽然缺乏传说中的浪漫色彩 但却更加符合逻辑 有趣的是 尽管百慕大三角的神秘面纱 已经被科学的理性所揭开 但人们对它的迷恋 却丝毫未见 这也许正是人类的本性 我们总是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 即使它们 可能只是普通的海浪和风云变换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 有关百慕大三角的新的神秘事件时 不妨先戴上你的科学家帽子 用理性的眼光去分析 当然 如果你PR一点冒险和想象 那么也没关系 只要记得 不要在百慕大三角区域 玩失踪游戏就好了 因为救援队可能不会觉得 这个玩笑很好笑 同时 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